Hello大家好,我是童言啊 今天呢我又来看一套市中心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套别墅 三房的泳池别墅,适合做民宿的 因为之前呢就有很多粉丝宝宝看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泳池别墅之后呢 就说有没有跟我的那一套 因为我买的是将近900万 过户税费所有加起来是900多万,910万泰铢 所以呢有没有跟我的那一套差不多性价比的 市中心位置地端都很好的泳池别墅 我今天呢就找到了一套 那的占地跟我那个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的那个也是344平方 这个也是340多平方 那进门的话这边是一个进来的一个车库 车的话一般我们就停在了库旁边 那里面的话其实这里可以稍微改建一下 作为一个室外的一个烧烤区 那这一套也是非常适合做民宿的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泳池 因为在市中心里面 如果你想要又想要投资又想要自住的话 地大是一个方面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泳池区域和一个户外休闲区域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泳池的话是一个L型的 所以在里面游泳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区域 大人有大人的区域 它整个长度的话大概是12到15米左右 我觉得这个泳池还相对来说在市中心里面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的房间 这套房子呢应该是就近几年已经翻新过 然后里面的话是现代的风格 然后客厅的话是很大的 你看我们坐在这里 看个电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直接可以从那边朋友就可以直接进来 可以游泳可以进来洗澡住宿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域的话 你一定要买的是自住和投资 比如说到时候后面你要做民宿 肯定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区间 你才会花这个钱去买 因为这套房子是810万泰铢 就比我那个要便宜将近100万泰铢了 那这个装修的话 这是两三年前去装修过的 所以你看它的家具包括厨房的一些用料用材 都是比较适合现代人的一个喜好的 那厨房也是够大 这边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冰箱 这个冰箱应该也是刚刚买的很新 那去后院看看 后院还有一个是一个炉灶 一般泰式的泰厨都会在户外 因为他们一般就是炒那种 比如说冬英宫 他们会在外面炒 这样味道就不会进家里 当然是中厨也可以放到外面 比如说我们要爆炒 也都是在户外会更好一些 这里有些杂物把它清走了 这边其实是通道还是很干净的 这边的话主要是用于洗衣服 然后佣人会到后面来工作 就跟前面的主人房不搭盖了 现在去看一下房间里面 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在市中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因为它只要150万人民币左右 我等一下算一下 这是三个房间 两个握 两个洗手间 我们先看一个小房间吧 它里面也做了 就是包括房间的 就是布局啊 还有灯光也都是比较考旧的 不是说啊随便放一个床 它这边灯光采用那种背光 然后里面的话其实是很浪漫的 然后所有的家具都是这种木头打的 我觉得还是看上去比较舒服 然后看一下这个主卧 主卧的话除了这些杂物可以拿走啊 它主卧还是蛮大的 主卧里面有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话都是 也是最近刚刚修过的 都是比较新的 淋浴啊 你看泰国的话一般都是这种急热式的 然后马桶也是比较新的 另的话 是这一套房子离的中里泉小区比较近 中里泉小区的话 我们一个三房四房的房子都卖到1500万左右 然后它这里的房子占第三百个平方 中里泉是200多个平方 但它是三层全新的嘛 那这个的话是一层 但是它占地够大 这泰国的土地都是属于你的嘛 所以如果你到时候不想要了 或者你觉得 这房子旧了 你推倒 推倒你重新建 建个两层 建个三层 主要在限高以内的 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过来两个房间啊 这是第三个卧室 也是比较温馨的 进来的感觉是 我温馨很舒服它的光线 后面可以放一下你 你们家庭的照片 然后 所以整个房子的一个色调 包括整个装修的风格 都是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这样就是整个房子逛下来了 我们等一下去外面逛一圈啊 这个就是餐厅的部分 其实现在200万人民币以内的 像这种现代风格 现代装修的房子 其实在巴提亚市中心 已经越来越难找了 我那套房子是去年的8月份找的 而且里面还没有这种 全新的现代风格的装修 你们可以去发现一下 我以前的视频 我的那套的话 几乎都是那种泰式的装修 需要重新翻新 我现在就是给它 重新给它装了一些小点缀 住进去还是比较舒服的 像巴提亚的房子住起来 都不会特别的潮湿 所以住在里面 只要是房子通风的话 其实位置占得好 过几年你自己重新翻新一下 或者一次大改 反正土地永久都是你的 我们现在在房子的后面 这是它整个占地啊 让子继算了一下 810万泰铢 买300多平方的三房别墅 158万人民币 可以买到我身后这个 市中心的泳池别墅 真的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下手了 真的好便宜